中国博物馆它只收藏自己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所以你看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 都是世界各国文物都收藏 都是抢来的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 抢来的是不可能搁在那的 买来的 对吧 都是买来的 抢来的是不可能公开 那成了分赃大会 所以博物馆里边我最爱看什么呢 兵器 盔甲武器 军服 我最爱看这个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博物馆 在俄罗斯 中央海军博物馆 炮兵博物馆 美国西点军校的博物馆 纽约大都会的盔甲武器馆 包括日本的那些个 这个城堡啊 它那些个 里边那些博物馆 看到那些盔甲武器 我特别激动 我就爱看这些东西 有人说这有毛看头 我觉得它比鼻炎虎好看多了 对吧 为什么人要把心思花在做这个东西上 我不是很理解 我不是很理解 我觉得这比这个好看多了 是吧 这恰恰是证明一种文化 而这种文化 在当下的中国 甚至可以讲 在几百年来的中国 是一种缺失 对吧 是一种缺失 一个国家 要重文 也要上语 对吧 两者不可偏废 缺一不可 而咱们中国现在 尤其是我们的文物里边 这一块很多 这一块怎么呀 缺乏 基本缺乏 所以你看中国的博物馆里边 很少陈列盔甲 武器 刀剑 很少陈列这东西 对吧 看到就是字画 是吧 看到都是这个编壶 是吧 那个碗 盘子 罐子 全都是这些东西 全都是这些东西 是吧 就是玩的东西 比较多 但是你到西方你看 人家的皇上玩什么 是吧 你看人家的皇上玩什么 都是这个盔甲啊 武器啊 刀剑啊 是吧 然后皇上出来 都是穿军服的 今天你看 欧洲各国的军主 都是穿军服嘛 是吧 都是穿军服的 是吧 所以它这实际上是一种 一种文化 跟我们中国截然不同的 一种文化 对吧 那你说中国有没有 就是上武的这种时代 就是穿军服的这种时代 有没有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中国人 比较上武啊 古代 古代 那最著名的应该是什么朝代 唐朝 再往前倒呢 汉朝 对吧 所以中国的这个汉唐两代 实际上是比较上武的 比较上武的 那么再往欧洲讲 那历史上欧洲民族 都是非常怎么样 上武的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我们的文明 几千年没有断 对吧 我们的文明没有断 人家也没有断 对吧 所以你看今天的英国的 大英博物馆里 包括法国的这个 这个卢浮宫极美艺术馆 你包括纽约大都会 他收藏希腊和罗马文物的时候 他没觉得这是外国文物 对吧 就是我们的文明 起源于希腊和罗马 我们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 所以我收藏的这些东西 我不认为它是外国文物 对吧 你说今天的希腊人 今天的意大利人 跟历史上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 有什么关系吗 对吧 你说今天的这个 这个古埃及的文物 什么什么 什么那些穆乃伊 什么拉美西斯的那些石棺 跟今天的埃及人 风马牛不相及 对吧 今天的埃及人 对于那些人来讲 也纯粹就是外国人 对吧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你那个东西 你能收藏 我也能收藏 我恰恰是这种文明的继承者 对吧 所以我收藏了 这些东西 对吧 纳米国 罗马人 我们讲 就是远到埃及 咱不说了 是吧 希腊的这个先不说 咱就说罗马 罗马文明对世界影响 十分深远 对吧 罗马文明对 一直影响到了 近代的 这个欧洲 比如说最典型的 是吧 拿破仑为什么能制定法典 咱们上 上节课讲了 是吧 拿破仑他制定法典 他主要参考的就是什么 罗马时代的法律 对吧 看的就是罗马时代的法律 是吧 所以他喜欢看 他喜欢这个 这个研究这些东西 是吧 那就说他这个 是吧 在罗马的文明 对后世的影响 非常的深远 那么这种文明 遍及了欧洲 对吧 遍及到了欧洲 罗马人 他在鼎盛的时候 一直北边到今天的德国 是吧 南边三大半岛 全包括了 伊比利亚 亚平宁 巴尔干 全包括了 是吧 然后东北到不列边 是吧 到今天的这个 这个不列边 英国 是吧 他在这么广阔的 疆域内 实行一样的法律 推广一样的文化 所以你想想 他凭什么能这么做 是吧 他凭什么能做 他靠的是什么 是什么把罗马文明 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打过去了 打过去了 武力 对吧 武力是靠的是 罗马军团 是吧 靠的是这些个 罗马军团 这四十万罗马战士 把这个文明 推广过去 是吧 罗马军队所到之处 按罗马人的方式 建立起 自己的城市 是吧 图书馆 兵营 公共御史 是吧 然后推广罗马的法律 推广罗马的语言 推广罗马的文字 所以 这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这个罗马帝国 一直没有灭亡的话 那欧盟早就建立了 对吧 那就不叫欧盟了 是吧 那今天就还叫罗马 是吧 还叫这个名字 对吧 所以它就是这么 发展起来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国家 对吧 这么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 对吧 那么可能比较有意思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 就罗马历史 它经历了三个时代 是吧 从这公元前八世纪 到公元五世纪 这将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它经历了三个时代 王政时代 共和时代 和帝国时代 经历了这么三个时代 是吧 那么在这三个时代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无敌的罗马军团的战士们 那他们靠自己的双脚 那踩到了东北到不列颠 是吧 这个 这个 西北到不列颠 东到美索 不达米亚平原 南到埃及 北到这个 一北河 是吧 这么广阔的这个 领土 是吧 这么广阔的领土 是吧 那么 伴随着罗马 国家的 这一千多年的发展 实际上是罗马军团 不断地征战的历史 是吧 不断地征战的历史 你想一个先进的民族 它一定首先是什么东西 先进才能征服异族 武器 就军事技术 对吧 军事技术 罗马在即胜的时候 只有四十万军队 即胜的时候 他只有四十万军队 这在帝国时代 一般在这个共和国时代 他也盗不了这么多部队 可是他要对付的对手 有高卢人 有日尔曼人 有加太基人 他要对付非常强大的对手 但是他都能成功 最关键的就是他的什么 技术的先进 对吧 军事技术先进 特别是他在技术上善于创新 你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罗马人跟加太基人打仗 这个大家应该听说 就是步逆战争 加太基出了一个名将 叫汉尼拔 听说这是吧 欧洲历史上四大名将之首 应该排第二吧 亚历山大第一 他第二 汉尼拔 那么这个 罗马人在跟这个 加太基人打仗的时候 你要想跟加太基人打仗 他首先是争夺西西里岛的 这个控制权 也就是制海权 那么你跟加太基人打仗 他就会发现一点 加太基是海上强国 海军非常先进 罗马是一个陆上强国 他是亚平行半岛 发展成一个小国 陆上强国 所以他海军力量不无加太基 我可以造舰 因为我国力很强大 造军舰不算什么 有木头砍 砍完了之后船就下水了 我可以造军舰 但问题是 这海战的战术 不是一两天 你能学的会的 对吧 罗马人当时 这个海战战术 低劣到什么程度 一百艘军舰 排成整齐的队形 他是做不到的 就跟咱中国拍的 那个电视剧似的 那不叫打仗 那叫打架 对吧 你看咱们拍的电视剧 两军插在一块 你都看不见谁是谁 那不可能 打仗哪有那么打的 那是打群架 对吧 那是打群架 他连整齐的队形都拍不成 你怎么能跟 加太基的海军作战呢 所以罗马人非常聪明 在军舰上装上吊桥 对吧 因为那会儿军舰 没有软程投射兵器 基本上靠进了之后撞 两边的军舰 一接近的时候 罗马人放下这个吊桥 乌鸦像个乌鸦嘴 乌鸦吊桥 啪 勾住对方的军舰 然后什么人就上去了 步兵 对啊 他军舰上带的重步兵就上去了 切了咔嚓一砍 把对方弄死 船还归我了 对吧 船还归我 就把海战变成个什么 陆战 陆战 对吧 海战变成个陆战 加太基人就没想到 哇这太流氓了 对吧 哪有这么干的呀 太流氓了 是吧 我这用海战战术对你 好大伙 您上来之后 做完把船都抢走了 不知道这什么人呢 这叫 是吧 所以罗马人一开始打仗 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含量 基本上就是一线平铺 一线平铺 没有什么战术 汉尼巴让他领略了 什么叫战术 反过阿尔卑斯山 坎尼战 搞这河北 是吧 他没见过这玩意儿 没见过这玩意儿 所以他很快 在战争当中 就学会了 怎么使用战术 所以后来 西匹亚就给了 就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给了这个 这个 加泰基人一个教训 最后三次布尼战争 罗马人灭掉了 加泰基 是吧 就是今天北非的 突尼斯 然后最后才能把地中海 变成他的内湖 是吧 所以他的这个军事技术 是非常先进的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罗马有一个神 叫亚努斯 是吧 在一神教出现以前 世界各国普遍的都是相信 多神信仰的 是吧 这最明显的就是日本神道教 这以后我们还专门会讲日本 是吧 日本神道教 日本人说 他们国家天神地旗 八百万 是一个有八百万神的国家 今天日本一亿两千万人头 那他们拜谁啊 八百万神 拜谁拜谁 是吧 八百万神 人家要是每个神磕一个头 这辈子就不可了 人家不磕头 是吧 不可头 你想今天日本是一亿两千万人 八百万神 平均一个神保护二十五个人 神多轻松啊 多轻松啊 是吧 那在历史上 日本只有几百万人的时候 神跟人是一对一保护的 是吧 一对一保护的 是吧 所以罗马那个年代也是多神信仰 其中有一个神叫亚努斯 是吧 那么罗马人认为亚努斯是光明之神 战神 是吧 是这个神很伟大 这不是亚典娜 亚典娜是智慧女神 是吧 你别又想七龙珠什么之类的 是吧 杰杰克跟我讲的 是吧 拿着锅 拿着三高士 对 三高士 是吧 一想起亚典娜 就是锅铲子 对对对 不是那是厨神 那你适合去日本 日本有厨神 厕所还要厕神 那不去 你吃完了肯定得去那吧 对吧 你不去 要不你这么胖呢 对吧 不是了 是我这得去 得去 得去吧 就是得去 是吧 刚才说到哪了 战神 战神 亚努斯 亚努斯 的化身 光明之神 所以罗马人打仗 讲究的是 我正义之师 堂堂正正 所以我开战之前 要向亚努斯神 祈祷 然后大祭司 要给我们祝福 然后我们去开战 所以 只要一打仗 亚努斯的神庙 是永远大开门的 亚努斯神要看到我们 光明要照耀到我们 我们要出战 然后不打仗的时候 亚努斯的神庙 是关闭的 罗马 王政时代 和共和时代 将近八百年 亚努斯神庙 只关过两次 那就是说 七百九十八年 都是在 就几百年 都有战争的 后来 乌大威皇帝 下令永远关闭 亚努斯神庙 再也不开了 因为我治下的罗马 不需要打仗 罗马和平 现在地中海 已经是我们的内湖了 我们已经把埃及 把美索不达米亚 把希腊 全征服了 在我的统治下 西方文明的四大中心 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了 西方文明的四大中心 美索不达米亚 就两河流域 埃及 希腊 罗马 这个时候已经在 一个帝国的统治下 不需要打仗了 所以亚努斯神庙 关闭 但是他是不打仗了吗 不是 不是啊 对吧 帝国这四百年也没少打呀 对吧 根本就没少打呀 所以你今天到 罗马 你还能看到 图拉真皇帝的 纪念柱 对吧 图拉真皇帝的纪念柱 到今天还能看到 所以这个特别让人感动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 没去过罗马 你要去了之后 你会觉得特别感动 为什么 全是真的 什么都是真的 当年凯撒 克里奥佩特拉 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就是这个门 对吧 凯撒是在这块砖遇刺的 就是这块砖 这个庙 火神庙 2000年了吧 相当于我们国家战国 这个庙相当于我们国家的西汉 这个庙是凯撒时代的建筑 里边现在是一个证券公司 外面是凯撒时代的建筑 全是真的 不像我们 是吧 始建于东晋 大雄宝殿2007年落成 是吧 说你看到这玩意感动吗 我感动毛线 2007年落成 哪都跟横店的 是吧 哪都修得跟横店的 都跟卓州影视基地的 你感动个毛线 对吧 所以你看到这东西 你有什么可感动的 是吧 前门大街四个字 还是简化字 是吧 然后人家 人家那个 原来人家是拿着矿物染料 您现在都是化学染料 一下雨满街流蓝汤子 你还让我感动 对吧 你还让我感动 我当然不感动了 我就什么可感动的 谁会被假的东西打动 人家那全是真的 图拉真皇帝的纪公柱 今天还立在这 图拉真皇帝在位的时候 相当于东汉安帝 汉安帝在位的时候 罗马帝国在欧洲的扩张 达到个极胜 他征服了今天的 就是罗马尼亚 当时叫达奇亚 征服了这个达奇亚 征服了这个罗马尼亚 然后立了这个纪公柱 立了这个纪公柱 所以你想啊 所以你想啊 就是说罗马帝国 在他的这个 就在罗马人这 一千多年的历史上 他不断地对外征战 所以才能够把这个文明 传播到四方 不是说我征战 只有屠杀的目的 我征战只有这破坏的目的 不是 他是有传播文明的 那个目的在里边 你知道今天 直到今天 欧洲很多国家的语言 你用的字母 都属于什么字母 拉丁字母 对吧 都属于拉丁字母 那这个拉丁字母 最早是什么人用的 罗马人 拉丁语就是 罗马帝国的标准语言 今天没有人讲拉丁语了 没有哪个国家 以拉丁语为国语了 但是拉丁语在宗教上 在医学上 都是在广泛应用的 而且拉丁语在很多国家 还是在教授的 没有谁会说了 但它不是一种死语言 你说学习罗马的历史 你必须得回拉丁语 会说拉丁语 会说拉丁文 你像英国 很多古老的王室 它的国徽上 写的真言 不是英文 那是什么文 拉丁文 仍然它用拉丁文 包括法国 很多国家 它国徽上写的 都是拉丁文 就相当于咱们国家 用古汉语 就那种感觉 你文告什么 用个古汉语 这逼格多高 你全是大白话 这不行 跟哪个地方 发个文告 我们要用头拱地 嗷嗷叫的精神 这不是猪吗 什么人头拱地 嗷嗷叫 你真是太差劲了 这东西老百姓听得懂 你也太觉得 老百姓素质低了 老百姓只能听得懂 头拱叫 嗷嗷叫 头拱地 嗷嗷叫 所以它这个文字 拉丁文 在当时的欧洲 应用得很广泛 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拉丁字母 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 比如我们的什么 我们现在也用什么东西 汉语 拼音 那就是拉丁字母 对吧 包括越南现在用的文字 也是拉丁字母 对吧 所以你看 凡是使用拉丁字母的地区 咱们去了之后 尤其是人名和地名 它就不是英文 你也能拼得出来 是吧 大概其他人能拼得出来 包括我去法国 看那个什么 拿破仑墓里边 好多东西 土轮 你拼也能拼得出来 地名 拿破仑 都差不多 是吧 但是你要去非拉丁字母的地区 希腊 完蛋了 一个字母也不认得 是吧 一个字母也认得几个 阿尔法 贝塔也认识几个 是吧 是吧 阿尔法 贝塔 那都是高中物理科学的 高中物理科学的 是吧 然后还有入 我说这个入是什么意思 我说老师那念 Lamita 错藏棍 是吧 是吧 我说入 我给学生监考 监考 我当班主任 他们考物理 我监考 这卷子不清楚 老师那给念一下 入等于 学生乐 乐什么呢 老师那念Lamita 这谁知道 没人教我 没人教我 那你去俄罗斯 俄罗斯 是吧 使用西里尔字母 你也傻了 我不认得 这怎么拼的 这K 双面K 那边还有这 是吧 不一样 是吧 但是用拉丁字母的 国家和地区 还是绝大多数 所以这种文明的传播 它实际上靠的是什么 武力的扩张 扩张 先行 是吧 这是我们讲的 说欧洲历史上是这样 罗马是这样 是吧 那中国历史上 刚才大家都说了 汉朝和唐朝 也是这样 是吧 汉朝和唐朝也是这样 这个 其实我们这里边强调一点啊 这个尚武精神 人要有这个尚武精神 这个尚武精神 不是指的什么呢 不是说这个人很能打架 很牛逼 你看啥呢 看你咋地 看 不是那意思 不是那意思 是吧 你瞅啥 瞅你打地 我弄死你 不是那 这不叫尚武精神 这叫流氓精神 对吧 这流氓精神 拿着地铁上为了抢个座 能捅死人 这不叫尚武精神 是吧 这不叫尚武精神 是吧 尚武精神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尚武精神 上面还有一个 上面还有人说 那下午干什么 是经我 这是你做班长的失职 对不起 对不起 下午我教教你下午 你现在精神不精神 你现在精神不精神 他精神了 你现在精神对了 上午现在精神对了 你就是因为现在精神 所以你上午不精神 对吧 你上午都在睡觉 那你现在也睡吧 现在睡 神经过早 这会睡不着 看见老师立刻精神了 你是嫌我吵 对吧 咱们说上午精神 上午精神 是吧 他像是看什么 就说 你能不能把高素质的人才 吸引到部队里边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吧 你能不能把高素质的人才 吸引进来 就跟欧洲的贵族 都有什么的传统 就是从军的传统 对吧 他必须得有这种 从军的传统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们看什么呢 上面有啥 我必须要打断一下 杨老师 我必须要打断 我现在必须要感觉 九班的这个叫零四无耀的同学 他给您刷了一个飞机的队伍 就您把这飞机连进来 能飞罗马好几趟转圈 太厉害了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对 刷了一个飞机队伍 几班的零四无耀的同学 好飞机成串 太厉害了 这是轰炸机吗 今年剩下的行程都有了 什么机都有 对 很好 好 所以你看 在这个中国汉唐时期 也是这样 相当多的高素质的人才 在汉朝讲叫梁家子 从政 然后去比如说汉朝 北极匈奴 南府一越 东进朝鲜之地 就是使汉帝国的疆域达到极盛 按照历史学家不靠谱的计算 为什么说不靠谱的计算呢 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疆域 跟今天的领土的完全是俩概念 那个时候的疆域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没有戒碑 咔一插 大汉 那边匈奴 没有 匈奴来字都没有 你插了也没用 匈奴想去哪都去 对吧 你插了也没用 说咱们这边 八插一个戒碑 大唐 那边是一个突兀绝 没有 跟吐蕃好像是有一个戒碑 规定什么什么以南 唐蕃会蒙碑里有 什么什么地方归大唐 什么什么地方归大波 它是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的 但是在 在以前没有 它是一个 怎么 没事 我教育的不够 我教育的不对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你又教育的不够 忽略 忽略 我当他是浮云 是吧 虽然浮云大了一点 经常阴影遮盖我 对吧 所以它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因此我们讲说 按照历史学家不靠谱的计算 说汉朝的疆域面积 集盛的时候是1400万平方公里 唐朝是1600万平方公里 那1600万平方公里 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俄罗斯了 对吧 俄罗斯是1707 差不多相当于今天俄罗斯了 而今天俄罗斯的好多地儿 是没有用的 除了北极熊山也没有 那种地儿你占它干嘛 你随便占都给你 对吧 没有 你也开发不了 对吧 你看汉朝站的那地儿 唐朝站的那地儿 咋不比北极圈里边的地儿 强多了吧 对吧 所以这么疆域的 这么广阔的领土之上 然后它实行中国的制度 推行中国的法律 中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化 所以才有可能形成什么 就我们讲的这个 汉字文化圈 对吧 或者叫汉文化圈 对吧 才有可能形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世界才有影响力 是 我们的文化 吸引异族 吸引周边民族 让他认同我们 但你怎么能让他知道 你文化厉害 谁把这些文化带出去的 对吧 都靠唐僧 是吧 咱说唐僧是取经的 是吧 唐僧是学人进去了 是吧 都靠建真 是吧 都靠建真 教人怎么做豆腐 不是这么回事啊 建真不是去 给人把经带过去了吗 对 也教做豆腐 还把豆腐 对对对 也教做豆腐 对吧 所以他不是说 就靠这个 他是 首先认识到 哇 你太厉害了 然后才认识到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厉害的原因是 因为你科技发达 你文化发达 我要学你 这是很明显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逻辑吧 很明显的 这么一个逻辑 对吧 所以这个 你看汉唐的 这个开疆拓土 而且他 他不但在这个 就是说在这个 文明的传播上 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那是一个 什么样的时代 昂扬 向上 振奋 那样的一个 这个时代 是吧 汉唐时期 是那样的一个时代 是吧 汉朝一开始被匈奴 打败了 然后就憋着 一门心子憋着要复仇 是吧 一门心子憋着要复仇 而且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是吧 汉武帝忍了六十多年 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打得你满地找牙 农耕民族 跟这个草原民族干了 一千多年啊 农耕民族 能够赢的时候 就是三次 汉朝 远征末北 唐朝 远征末北 明成族 远征末北 就这么三次嘛 能把游民族干趴去 别的时候都被人干的 对吧 就这三次 远征 为什么 就是精神不失 我这个时候的 血性不失 血性不失 所以唐朝人说 宁为百夫掌 胜作一书生 男儿之手把无钩 就是 麒麟阁上密封侯 凌延阁上把鸣镖 就这样大量的 这样的东西留了下来 所以他才有一个 就在中国文学史上 都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对吧 你看 我们知道这个唐诗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 叫做边塞诗 听说这种诗吧 那你想写边塞诗的都是什么人 打仗吧 打仗才会去边塞啊 对啊 边塞诗人是什么人 军人 首先说他是文人 其次他一定是什么样的文人 从军的文人 对吧 一定是从军的文人 从军的文人 能 手不能提栏 肩不能单单吗 对吧 就跟赛姆说的 能像宋江似的吗 宋江也不是手不能提栏 还杀起他媳妇 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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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手不能 对吧 他就是 他能是 能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 对吧 就是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吧 学过那个 是吧 这个 千数万数梨花开 那首诗 胡天八月记飞雪 都护铁衣冷难 将军脚宫不得空 都护铁衣冷难拙 你怎么知道 将军脚宫不得空 都护铁衣冷难拙 他怎么看着来着 对呀 他给自己穿的 他就问都护 您那衣服冷了 都披一大腿了 神经病啊你 你穿一试 他怎么知道 将军脚宫不得空 他问 你拉他开宫吗 你找死呢 你这么问将军 对吧 拉不开 拉不开也不能告诉你 拉不开啊 你给我表演 你看看我是不是 拉不开 是吧 不是这回事啊 是吧 所以他这个 他不是说将军 脚宫 不是说你让将军穿 你看将军拉宫 他自己一定要怎么样 要爱感同身受 是吧 感同身受 所以这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他激励着一代一代的 这个中国人 去保家卫国 是吧 现身边关 是吧 现身边关 去干这样的事情 是吧 这是上武精神 最好的这种体现 而且咱说句 实在话 就我们讲嘛 是吧 说你这一个人 的这个文化 素质 的这个表现 上武精神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对吧 你比如说 咱就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你看到不文明的行为 你去不去制止 那看我打得过他 打不过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前提就是 我得打得过他 对 你要打得过他呢 你不就得 制止 有两下子吗 一般你要去制止的话 没人敢去反对你 是吧 包括元宝也一样 是是吧 元宝起码是虎人嘛 是吧 起码是长得虎人 是吧 永春 元宝 OK 是吧 白打姿势就完了 下午就完了 所以以后 跟你们哥俩出去 我就觉得很安全 是是 是吧 跟你们哥俩 要跟他们姐俩出去 我就不敢 没没 是师父 大师兄 二师弟 没问题 对 你们俩会进去吗 太全 你会太全 太棒了 那以后跟你出去 遇到危险情况 你先上 是吧 你先上 然后我跟你说 土地差不多都完了 不要闹出人命了 是吧 所以他也让你 你看这个 遇到这种情况 你敢不敢制止 你要敢制止 就是我道德特别高尚 我跟他讲道理 你不要这个样子 好不好啊 随地主材是不文明的 然后他骂我 你因为问知识分子 就不会骂人的吗 他们有情谈 你这没有用啊 你这没有用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你得有这种 敢于亮剑的这种精神 对吧 你得有这种精神 是吧 你看 说日本自大化改新 取法中国 学中国 学了一千多年 这在日本历史上 叫做唐化时期 它为什么唐化一千年 那是因为白江口之战 我们把它给怎么呀 给打烂了呀 我们把它打得惨败呀 大唐出兵灭百计 小日本不揣冒位 帮着百计复国 小日本四万多人 一千艘战舰 大唐只有一万七千人 一万多人 一百七十艘战舰 问题我们是什么战舰 寻扬舰 日本什么战舰 鱼的一块银 对吧 最后大唐零伤亡 就焚毁它四百多艘军舰 白江口 焚毁它四百多艘军舰 是吧 然后这个史书上记载 海水皆吃 海水都给染红了 日本人的血染红了 或者说是被我们烧的染红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在白江口一战 把小日本打草去了 小日本才明白 哇塞 跟中原大国 跟大陆大国比起来 我连个渣都不算 怎么办 学吧 是吧 学吧 所以唐灭了百计之后 灭了这高沟丽 小日本马上就前史向大唐庆贺 哎呦 干得棒 是吧 干得棒 灭了高沟丽 棒 下一句潜在他说 别灭我 是吧 我不容易 是吧 大唐说你那烂地儿 谁去灭的 是吧 你那除了火山地震 讲的太多了 刚才我看见一个同学 他说 他就在发瞌睡了 瞌睡 咱给他留点思考题 让他想着呗 好吧 好吧 对对对 别让他睡牢了 光跟着看飞机呢 对对对 那就是留个思考题 汉唐两朝 在我们民族发展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你觉得汉唐起了什么作用 是吧 然后小日本他就服了 服了他才开始 诚心诚意的跟我们学 他这一学才发现 哇塞 是吧 原来我插得太软了 清新的这个归府 一直到明朝的时候 日本都管中国叫唐土 唐国 管中国人叫唐人 他一直到那个时候 他都这么叫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 辐射力 对吧 那么我们文化的辐射力 是什么 是武力 伴随着我们强盛的武力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 军旗所到之处 我们的文明就传播到了 哪里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谁 那个 那个就是跟 跟 就那个 跟李白特好 朝衡 是吧 日本朝衡 咱讲过这个吧 朝衡 是吧 出海 跟着日本潜唐使回国 结果这船遇上疯了 是吧 船遇上疯了 然后又刮到哪去了 刮福建去了 刮到越南去了 刮到越南去了 要搁今天就完了 对吧 搁今天就没了 就没了 结果到了越南 安南都户一看 哇 您不是秘书间朝大人吗 就给送回长安去了 对吧 那会儿安南是中国领土吗 好几年纪念他的诗 对啊 那会儿是中国领土吗 对吧 所以他那个地方 那个年代 越南独立 不过就是从 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了 南汉控制不了的 他才独立的 在那之前是中国领土 对吧 所以中国的 你说中国的历史上 有那么强大的文明 那么发达的文明 怎么能够广布四方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老师 我看这重合上 我就突然想起来 那个有一个特有 特有名 或者特有道理的话 就是重合上 我就像这个 看书和锻炼 嗯 你说看书 是为了让你能够 平心静气和傻逼说话 嗯 锻炼是为了 让傻逼能够平心静气和你说话 太棒了这句话 说太好了 说太好了 这个词可以稍微换一下 我都不重复了 大家都听见了吧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说的 看书和锻炼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欲摇顺 你就行礼 欲节奏 你只能动刀兵 你不动刀兵 你跟节奏 你还要讲 你要厌武修文 你要懂事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你哪毕业的 已经被打死了 我又忙我怕谁啊 我没毕业 对吧 没上过学 怎么着呢 所以 你这就完了 你这就完了 因此我们觉得 就是说 这个 在那个时代 在汉唐那个时代 社会精英 大量的是 投笔从容 报效国家 笑命疆场 用路由的话讲 上马鸡狂虎 下马草军书 都是这样的人物 文武双全 这样的人物 是吧 然后 引的这个社会 整个这社会 都有那么一股昂扬向上之气 所以汉唐才能成为雄汉 盛唐 对吧 成为雄汉和盛唐 宋朝 其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 对吧 这个文化最发达 民生最富足 知识分子政策最开明的时代 但是大家一提到宋朝 都是若宋 都是若宋 当然其实这句话是错误的 这句话是错误的 宋朝不入 他的对手太强了 他不入 而且他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 支撑了320年 这也牛逼大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能打仗 他是不可能这么干的 拿破仑百战百胜 滑铁卢一战 全完 你能说拿破仑若拿 你都被流放到非洲去了 牛逼啥呀 你不能这么说吧 你不能这么说 宋朝也一样 他说你皇帝都跳海了 弱宋 北宋南宋都是被游牧民族灭掉的 所以你弱 绝不是 绝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这么理解 这个话题我们到时候 一会儿我们再展开说 反正我跟大家讲 就说这个上午的精神 社会精英 愿意为国家报效 愿意效命杀场 不是只耍嘴炮 这其实是一个民族强大的动力 你包括美国也是吗 你包括美国也是这样吗 他的知识精英们 社会精英愿意干嘛 从军 愿意从军 而且那上午的精神 很多美国小孩 在美国有些男孩 在成年的时候 他爸爸给他送的礼物是什么 枪啊 史密斯维森 给一把 给一把枪啊 你要觉得是看不顺眼 轰掉他 谁敢进我们家墙 轰掉他 这个意思 所以你想他打仗 还用着你去训练他吗 对吧 所以为什么二战的时候 美国打日本 他强大的战争能力 强大的战争储备 一旦转化为军事能力 打日本跟人玩 二次大战爆发的时候 美日开战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美国拥有飞机驾照的人 二十九万 日本汽车驾照的 可能都没这么多人 都没这么多人 所以到最后 只能是您就训练 七个小时在飞机起来 然后撞 奔着军舰就过 你只能干这儿了 美国兵员员 你打掉 有的是会干这儿的 有的是 对吧 就飞机成队 还有吗 再来一个 对吧 飞机成队 我这二十九万驾照 能看着 对吧 所以他这 这就是尚母的精神 你不能不承认 人人 基本上男的都会开枪 是吧 然后好多人有飞机驾照 对吧 所以他打仗 你造武器不算什么 你只要国家有 有钢 有这些东西 造出来非常快 你关键得有人怎么样 会使啊 对吧 你关键得有这个 所以他的这个 能有今天的成就 几百年 他稳坐世界 一百多年来 稳坐世界第一宝座 他也跟这种尚母精神 是密切相关的 好 当年教书的时候 教历史嘛 班上有一个小孩 因为我也不是他的班主任 我也不记他叫什么名字 我这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记不住活人的名字 对吧 就这四位 我都记半天才记住 天啊 记不住活人 因为我的职业嘛 我就是记死人 你记不住 忘了吧 有点吓人 有点胖个儿身 的黄 塞姆 我夏里边 会专门记你的名字 夏里边还有节目 你得来啊 对不对 你得来啊 对吧 所以我也记不住 小孩名字 然后那孩子都特别贫 就是很贫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他很贫呢 就是你上课 问什么问题 他都接下台 然后他的答案 永远就一句 对吧 比如说林泽徐 英国为什么要往中国 买鸦片啊 因为他比较有钱 对吧 林泽徐为什么能虎门硝烟 因为他比较有钱 对吧 你说你问什么 蝶蝶的孩子 就这孩子 他永远就这一句 因为比较有钱 最后就只好 他一开口 全班同学的 这样鄙视他 我也懒得理他 因为我把他 都当成空气嘛 可能因为他自己 比较有钱 对他可能自己 比较有钱 所以这种人 我不敢惹嘛 人家开家长会 都是先去校长室的 然后他妈 他来找你 我去过你们校长那 都这样 这不敢惹 体制内的人 是很学会谦卑的 非常谦卑 因为他比较有钱 校长叫我进办公室 我都是这样做的 您说 比较有钱 所以我现在脱离体制 我无比的开心 就在这 所以咱这孩子 说什么都是 比较有钱 比较有钱 就会这一句 后来终于有一次 我讲到那个省港大罢工 是吧 香港 广州的工人大罢工 坚持了16个月 是人类历史上 时间最长的罢工 然后一个学生问我 学生那么长 那个工人 那么长时间不上班 他们吃什么 我操我也不知道 他们吃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 对于我来讲 就是书上怎么说 我就一念就完了 我也不 我对他的兴趣是负的 都不是零 是负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问什么 你孩子怎么怪异 教科书上的话 你敢质疑 牛逼大了你 我都不敢质疑 你敢质疑 然后那个孩子说 因为他比较有钱 对 总算派上一会用场 总算派上一会用场 OK 很好 很好 我比较有钱 那我现在在屏幕前 跟大家互动一下 跟大家互动一下 首先我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汉唐 这两个朝代 对这个世界文明的贡献 在哪 在哪 今天这个屏幕实在是反光的厉害 啥还看不见 汉唐的作用 传播华夏威名 我帮您记了两个袁老师 好 在前面您刚提出来的时候 有的同学说是成前起后 还有说打招牌 更好说什么留下血统 那种反正比较夸张的 都对都对都对 开放性答案吧 所以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 被称作汉族 海外China tongue 叫唐人街 叫唐人街 都得都得对 刚才是不是有专属问题来了 是 刚才来问一下 说专属问题之前 我先公布一下 刚才咱们在随堂测试中 获奖的网友的名单 他们分别是 你们好多网友 是不是第一次看这个节目呀 他们的第一个名字叫做 M-O-O-N-G-A-Y-D-R-E-A-M-E 这个同学 其实跟大家说不要起汉语拼音的名字 我们是一个历史节目 干嘛呢 我们有拉丁字母 对 你当我就不会念吧 这个名字叫做 Moon Day Dreamy 还有网友 Dream238同学 还有这个 这个同学就更厉害了 你以为起这个名字 我就不会念吗 我刚才特地上百度查了一下 袭击的繁体字 上面一个龙一个一 反正是这个袭击同学 还有先把刀放下 还有幸运的军号 恭喜这些同学获得奖品 好 专属问题是什么 专属问题 还是这个叫做 Moon Day Dreamer的同学 Moon Day Dreamer 他的问题是 请问袁老师 随堂为什么一定要东征高狗力 真棒 很多人都念高距离 请说 感谢百度 真棒真棒 高勾立 随堂为什么要征高勾立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点 高勾立不是朝鲜 高勾立不是朝鲜 高勾立的王城和他的王陵 是中国申报的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 在中国吉林省境内 所以他高勾立国七百年 前四百年都城在吉林 后三百年在平壤 在北朝鲜的平壤 所以他是中国的内部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民族政权 那么跟中原王朝叛復不定 劫不逊 劫不逊 随堂两朝争高勾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高勾立是在今天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他阻挠朝鲜半岛南部的两个国家百计和新罗跟中原王朝发生联系 另外呢他时常侵扰这个中原王朝的边境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随堂两朝都要去征服他 都要去征服他 所以这个谁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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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当时的这个 随文帝就给这个高勾立国王下战书 就这么说的 我刚刚停定了南臣 是吧 现在我正愁没地练手呢 你王八蛋不喘冒昧跳出来 是吧 就跟就问他 就问他 说你 是吧 汉江之水何如长江 是吧 你国中之人多少陈国 对吧 你那你那水 你那你那水 你那叫沟吗 在我们中国这叫沟吗 是吧 这这这能叫江吗 是吧 你跟这个长江你怎么比 是吧 你们国家有多少人 有陈国人多吗 是吧 有南臣多吗 那个国家我五十万大军过去 呱家就平了 是吧 你这弹丸小国 他不作死吗 是吧 所以高勾立就下坏了 没敢惹 隋杨帝的时候 争高勾立 失败 是吧 包括唐太宗的时候 争高勾立 失败 是吧 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是没有棉花 最重要原因 是吧 如果那会儿有棉花的话 这两国 这个国家早就打下来了 没有棉花 那得完蛋了 那得完蛋了 一拖到冬天 东北 零下三十几度 穿着麻作战 哇塞 那麻是的确凉啊 当兵的当官的可以胡皮大衣 什么皮球 叼皮 当兵的怎么办 都护铁衣冷男拙 是吧 所以没法办 如果有棉 他早就完了 后来不就是这个 联合百计 这个联合新罗 先灭百计 然后灭高勾立 是吧 就是从远交进攻嘛 用到这招 灭了高勾立 是吧 所以高勾立被灭之后 高勾立的王族 就迁入中原内地 大量的人也迁入中原内地 跟中原民族混居 到后来 新罗完成朝鲜半岛 大步的统一 青川江以南 统一 当时的国境不在鸭络江 在青川江以南统一 统一之后 高勾立这个新罗末年 新罗战乱 然后后三国 后高勾立 后新罗 后百计 后高勾立大将王建 统一朝鲜半岛 建立高立王朝 高立朝鲜 但他跟高勾立 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朝鲜半岛 自己的民族了 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不是说 因此高勾立是 朝鲜半岛的民族 顶多他是一个跨境的民族 跨境的民族 你说是你的 我说是我的 在这两个地方 跨境而居 就跟匈奴人 你说是谁的 对吧 内蒙古也有 外蒙古也有 苏联也有 你说这是谁的民族 对吧 所以历史 它有的时候分不了那么清楚 好了 跟大家也交流完了 然后呢 我喝一口silk 哪个好喝 绿的 发给他们的好喝 香蕉味的好喝 没有我这 没有了先生 我们这儿有一个 那我尝尝 那我尝尝 大豆的 谢谢 我尝尝这个香蕉 香蕉味的 老师不用我再查一句 袁老师 你说 这个网友太过分了 他的名字叫调戏元宝 什么RRR 我可以叫这个名字 没有意见 但是请大家记住 我跟袁老师是这个圆 不要写成 过两天我烧烧的那个圆 太过分了 我这贴着呢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请坐 我们都是汝南元室 河南筑马店 好了 刚才咱们讲了 东西方这种大帝国 汉朝 唐朝 罗马帝国 强盛 上午精神发达 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帝国的强盛 它的这个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有选项的 比如君主贤明 比如名将辈出 比如国力强盛 比如文化发达 那你们认为哪些原因 是重要的原因 好 这样的袁老师 作为历史课呢 我觉得历史课不能白上 我个人认为 您说的这个 汉朝也好 唐朝也好 包括罗马也好 我觉得是名将辈出 这个很关键 您想啊 是吧 汉武帝有谁 汉武帝刘彻 大司马获续病啊 19岁拜标齐大将军 24就验了 是24就去了 但是这个短命 但是曾经疯狂过 是吧 名将 唐高祖李渊有谁啊 魏国公李靖啊 李要师 北灭东突厥 西魄 这个土玉辉 太厉害了吧 拖了个擦筋 哎呀 能哪上啊 很厉害 说到罗马 刚才咱们都说的 有凯撒呀 乌大维这种名将 但是我认为 有一个人很厉害 在这个叫 维尔塞莱平原大战上 以少胜多 导致心不理人 灭族的 盖乌斯马略 5万达21万 厉害 名将 我从今天开始 为你刮目相看 关键是什么 这些历史知识 都是袁腾飞老师 教给我的 惭愧 惭愧 忽一才能出这臭前辈 忽将辈出 太棒了 连马略都知道了 5万打21万 真棒 所以看罗马军团的强盛 战斗力 是吧 那21万乌合之众 不是罗马军团的对手 很好 真棒 好 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国家强盛 国力就是对军队很重要 但是呢 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觉得文化是最重要 你比如说汉代 西汉和东汉都有很多两汉不一样的文化 而且有这个汉玉府诗集 包括唐代 唐诗就比如说 我们小时候学过唐诗三百首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很多 你小时候学过唐诗三百首 就是 对 我都不难为你了 对 好 你看到了罗马 罗马那个时候不是要扩张吗 他觉得他桌边的人都是什么 野蛮人 都是野蛮人 打他们 我怎么野蛮人 但是后来这些野蛮人学会了技巧 就把罗马里打趴下 所以文化还是最重要 很棒 很棒 说得很好 瘦颖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这个 瘦颖我觉得你适合做某个部门的发言人 很官方是吗 不是 就是说了这么多 听着很有道理 好像没有一句有用的 很棒 但是也很棒 因为这发言一种技巧 非常棒 听到立正言词 头头是道 Same 来 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国力抢胜 国力抢胜 您知道为什么 这个国力是 您说这个汉朝 君子报仇 六十年不晚 对 把自己养壮了 就是锻炼 锻炼 锻炼完了 把匈奴打了 这是国力抢 才能出兵打人家 然后这个唐朝 人家前进行说的 建真 出去教人做豆腐 对吧 唐僧 带着猴 猪 猪 跟那鱼 一起 猴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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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僧是鱼啊 沙僧应该是条鱼吧 好吧 就算是吧 我记得看大法西游里 它是鱼 好吧 好吧 出去 公费旅游啊 这就是 到那儿 就是沿途 玩一遛够 然后这个出去 就弄两本经书回来 然后跟皇上骗了 你看我这给你念念这个 那是不是什么经 对吧 这要是国家没钱 才出不去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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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觉得我说对吧 我觉得 您先请坐 好吧 你这么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我 我实在不忍心说 就你认为国力强盛是可以的 你有这个权利认为国力强盛 但是你举这个例子 就是有点太不对了 因为唐僧和建真都是自费 而且还是偷渡 对 他还是偷渡 是吧 绝不可能是花公款出去 对吧 但是你可以认为 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好不好 你更多 我看休息的时候 不是那个 那谁 黄儿拉着腾腾手 玉帝 玉帝 那就是西游记 西游记 对对对 那只是西游记 不好意思啊 那只是西游记 好好好 这个话题不说了 但是你认为国力强盛 OK 好吧 Vicky 我就觉得 我是觉得君主贤明 然后我要总结一下前面所有的 哇 总结一下 这次是什么 这家伙 太贤明了 太贤明了 有点大人 那是有君主显灵了 对对对 有君主显灵了 真的是 对对对 对对 对因为 因为那个 刚刚那个 班长已经说过了 那么多名将 但你那么多名将 如果没有一个贤君去 就是认他们 那也是没用的 对 一定要有一个贤明的君主 去把他们发现 你说重点吧 对对对对 不我要说完 不要打扰我 然后呢 你要有一个贤明的君主 带领着这些军事 然后呢 他就是国力强盛了以后呢 就可以去打仗 打仗以后就可以把文明传播出去了 其实是一系列的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班呢 也是一样 有袁老师的贤明 非常棒 我就说有重点班 好了 好了 我差点去对大巴去 行了行了 很好 很好 这个说的很好 就是这个 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 当然了 这个我比较赞同Vicky的看法 很好很好 那么网友说的是什么 我看一下 有网友说 同一SAM的国力强盛 但是只看见一条 好 RRR 他们选的是R 同一元宝 不是不是 那他们选的R 第二位说的就是文化发达了 我 OK 等一下 官方发言人领奖 对对对 官方发言人领奖 看来我确实很适合的 官方发言人 对对对 适合适合 适合 你这个都比赛姆那沉 哇 赛姆那我喝了一瓦给他送 对对对 官方发言人嘛 好 很好啊 那么这个 其实这些原因都很重要 是吧 其实都很重要 是吧 我看了一下呢 大家这个弹幕 还有答案 要搁在我说呀 就这些个朝代的强盛 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我今天说的这种上午的精神 没有泯灭 非常可惜的呢 就是说欧洲是延续了这样的文化传统 但是这种文化传统自中国宋代以来 逐渐就怎么样啊 消失了 对吧 逐渐的就消失了 就刚才咱们讲的就是说 这个中国在历史上汉唐时期开疆拓土 那只是一种表象 对吧 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华夏民族这种 就男儿投军报国 投彼从容 激昂向上的这么一种 这个血性在里边 那为什么宋代以后 这个中国的这个上午精神消弥 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这一点 就是宋太祖奉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呢 中文 清武 中文清武 就是因为中国自安史之乱以来 武将专权达到了一个什么呀 顶峰 所以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三件事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 755年的安史之乱 1279年的崖山之战 这三件事是对中国历史都是拐点性的这种影响 拐点性的影响 所以安史之乱之后 中国的文明的向西扩张的脚步 停止了 停止了 然后开始翻阵割据 唐朝一衰落 然后到了宋朝开始中文 清武 你想想这个宋朝的最高的军事长官叫什么呢 这要看过我的节目的人都应该知道吧 宋朝最高军事长官叫什么 疏密使 疏密使 疏密使呢实际上相当于 有人说相当于国防部 其实疏密院应该更多的相当于总参谋部 调兵指挥打仗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说国防部长在今天 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是军人还是文人 文人是西扶的 西扶族 统治治扶族 对吧 但是总参谋长是在任何国家都是什么人 军人 对吧 但是在中国这个疏密使 在宋朝的时候他是文人 唐朝最早的时候宦官担任 到宋朝都是文人 两榜进士出身 所以禅元之盟的时候 这个疏密使 不是疏密 疏密是一个疏密副使 是吧 然后就斥责这个进军统帅高穷 就骂他 高穷建议皇上过河去跟敌人打仗 然后这疏密副使就说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建议皇上 是吧 说你是这个 一个武将嘛 你武将有什么权利给天子提建议 让你打你打 对吧 不让你打你老老实实在那待着 你有什么权利提建议 这高穷就难得的血性爆发 就骂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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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姓冯的这个疏密副使 公以文章生至良福 你是靠写文章生至良福 就是宰相和疏密 大敌当前你也敢骂我武将 你有本事写手诗让七三兵退了 对吧 牛逼你写手诗 对吧 你写手诗 你看你让七三兵念一遍 让七三兵退了 你有这本什么 没有 没有你打仗不是靠我吗 靠我你闭上你的牛嘴 是吧 这疏密副使 这才 平时他呵斥武将惯了 所以文官统兵 以书生点荣行 自宋朝开始到清朝 莫不如是 是吧 有没有成功的 有 很多 是吧 很多成功的 你比如说袁崇幻世 是吧 这个 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这些人都是书生禀兵 这个 削平大 米平大乱 是吧 都是 都是这个 但是 你上武的精神呢 确实就是逐渐逐渐的怎么样啊 就是消失殆尽 是吧 以至于到了这个明朝末年 有的秀才在家里摆弄弓箭 这个 这个一家人都觉得你有病 是吧 你应该读书 考试 科举 做官 你弄这玩意干嘛 使啊 这有毛用啊 就觉得你有病 是吧 觉得你不正常 是吧 所以史可法讲 是吧 说我们读书人 怎么报国 平时袖手谈心性 临危一死 报君王 平时袖手谈心性 是吧 谈心学 谈理学 是吧 谈这些东西 忠孝结义啊 怎么怎么办 临危一死 报君王 有用吗 对吧 你死了 报君王 那君王不也得死吗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从宋朝以后 杀身成人 舍生取义的 大部分是文臣 忠臣 文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个忠臣 在按照我们的观点看 在事业上 是成功者 还是失败者 全失败了呀 文天祥成功了吗 没成功 史可法成功了吗 岳飞成功了吗 是吧 这些忠臣 全都失败了 所以就有人就觉得 哎呀 那他的这个东西 一点都没有用啊 你不会打仗 你想报国也没有用啊 对吧 你一见文若书生 气节可佳 但是你想 你想着用这个方法 去报效国家 可是你实际上 没有起到 报效国家的作用 所以你看 在中国的 供奉的这些人里面 中国供在庙里的这些人里面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就是失败的英雄 失败的英雄 而能成功的 太少了 你比如说 明朝末年 有个原重幻 汝南原始 有个原重幻 他是这个大破 这个努尔哈赤皇太极 跟开国这个 清朝太祖太宗 两代打仗 最后清朝使用反奸计 让崇祯皇帝 冤杀了他 是吧 冤杀了他 所以原重幻的池 不是在北京吗 龙潭湖公园 龙潭湖公园 是吧 你看那个 他那个池 那个池塘啊 外边有一幅对联 有一幅对联 是吧 文匹古 这个 其身世系中下存亡 千秋享妙 死中泰山 当时乃蒙大难 文匹古思东辽将帅 义夫当官 尹若敌国 何处更得先生 落款后学南海 康有为 敬提 康有为跟他是老乡嘛 都是东莞的嘛 是吧 那边的南海那边的 康有为敬提 所以那夏联就是最重要的 文匹古思 自东辽将帅 义夫当官 尹若敌国 何处更得先生 这样的人太怎么样 太少了 对吧 书生又能报国 又能成功屡破强敌 太少了 是吧 所以他 到了这个中国 再到了近代 那就更是这样了 老师 我必须再说一句 刚才有个同学说 像袁老师这么好的 历史老师也太少了 是是是 然后还要 还要感谢这个 零四五一同学 送给咱们好多的 所有人的麦克风 他又送了好多好多的麦克风 这有什么用 这是反正 OK OK 不要这么直接 不要这么直接 打个手术我就懂了 明白明白 太感谢零四五一了 太感谢 这么客气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 闻人 闻人了 闻人 所以到了这个 你看到了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 国事灵仪 对外战争屡战屡败 除了什么制度原因 兵器的原因 除了这些方面之外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尚武精神的什么 缺失 对吧 缺失 其实你说 清朝是什么人建立的 满人 满人建立 你当年太祖爷 十三父 一家起兵 对吧 八旗近旅 在关外的时候 横扫关外 连下辽东 七世余城 满洲人入关的时候 人不过八旗 对吧 人不过八旗 你就算上满猛汉 各八旗 三八二十四旗 对吧 一个旗是七千五百人 三八二十四旗 也就是十八万人 再加上投降的这吴三棍的部队 二十几万人马 是吧 不到三十万人 南征 是吧 当时南明军队一百万 李自成一百万 张献忠五十万 对吧 最后他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这些人全部消灭 完成 完成中国的再次统一 应该说这种上武精神是有的 骑射定天下 是吧 消武平临 是吧 这种精神是有的 是吧 但是为什么 后来就越来越衰落了 是吧 就是生活越来越安逸了 生活越来越安逸 你不用打仗了 生活越来越安逸 所以至于这些人 就越来越完蛋 是吧 到平定康熙皇帝平三藩的时候 八旗兵就用不上了 只能靠绿营兵了 靠汉族人去消灭汉族人 是吧 这入关才多少年 是吧 然后等到嘉庆皇帝的时候 白连教之乱爆发 绿营兵也不行了 只能靠地方办团练了 靠民兵了 正规军就不行了 是吧 黄飞红他们 谁 黄飞红 黄飞红是 先别提黄飞红了 好多东西 他们在跪求思考题 跪求思考题 我想问一个 问大家一个 就是说 你看中国中文轻武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皇帝对武将 怎么呀 不放心 不信任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让皇帝对武将放心呢 全宰了 放心 就全宰了呀 死人最放心 那靠谁去打仗 文官 文官 气文 投笔从容 你慎重三思 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下边有一个 特别佩服 配合我们三 他每次他说 他一定会 而且一伙一样的打 好啊 下一节课请你上了 很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到平这个白连教的时候 就得靠这个 就团练 是吧 团练 所以你看那个清朝的士兵 他那胸口上不是有字吗 写兵的 是正规军 好 写永永的 就是民兵 民兵 民兵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他不一样啊 写兵的跟写永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鸦片战争一爆发 鸦片战争一爆发 咱们中学教科书 那会儿我教高一的孩子 上来就讲了鸦片战争爆发 的背景 对吧 中国 政治腐败 军被废持 财政亏空 后来我就是 我在好多场合 我都讲过这话 我说我觉得 中国的教科书啊 就不说孩子能听得懂的话 对吧 我不说他观点 对不对啊 这我都不说 他的那个 那个展现的方式 就那么的拒人于千里之外 对吧 什么叫政治腐败 十几岁的孩子懂吗 什么叫财政亏空 什么叫军被废持 对吧 所以讲历史 一定得讲故事 你不讲故事 都是扯淡 是吧 如果你只讲观点 我看百度就完了 是吧 背 这叫自然经济 百度上说了这么多 你这么点 就能够说透了 我把这点背了 我就懂什么叫自然经济了 背 你给我背 什么叫闭关锁国 我背这玩意儿有毛用啊 所以你这个 如果一本历史书 没有人物 没有情节 没有对话 这种书我根本就不看 我绝对不看 全是数字的历史书 全是统计数字 还有柱状图 还有表 我又不是会计 我看这玩意儿干嘛 这种书我绝对不看 这种书我绝对不看 所以我不看学术书 你别跟我讲老师 你是不是搞学术 对不起 我不学乌术 不学有术 我不看这种东西 必须得有情节 有对话 得有这人怎么想的 这些东西我才看 才能看得下去 史记都是这个 史记没有给你画表的 给你统计一下 那年都是 没有干这个 没有干这个的 这可能是 象牙塔里的人干的事 像我这种普及型的 说评书的 我不干这事 我不干这事 我给你列张表 我给你讲 你听吗 对吧 道理是一样 所以你给学生讲 什么叫军备废尺 有人说 说清朝人都是用大刀长矛 英军是洋枪洋炮 第一 胡说八道 清军也是火枪火炮 当然他的火枪落后 他的火炮落后 他火炮落后 最主要原因是 他火药落后 所以他射成劲 然后打的人打不着 用林泽徐的话讲 我炮三里 敌炮十里 不见面人一炮就歇过来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英国人缴获了清军的火药 就倒了 填海的给倒了 他根本不用 是这个落后 但是也是火气 也是火气 往往清军打败仗 是英国人发起刺刀冲锋的时候 英军士兵排列了整些的队形 挺着刺刀一冲锋 清军就溃散了 为什么 没训练过这东西 已经习惯了 远了 拿枪打 拿剑射 过去割脑 再争弓 没想到 我还得拼命 我还得拿刀劈 干不了这个 所以他是这样打的败仗 就是都是换成长矛 换成刀 互相砍 互相捅 你也不是人的对手 所以乾隆皇帝 简阅西山建锐营 这可是大清的中央禁卫军 检阅 上马 人堕马 射箭 箭坠地 对吧 一上马 这人就从马上掉来了 马上一叫人掉来了 射箭 甭说射不中靶子 都没飞到靶子 那箭就掉来了 证明这弓 他根本怎么样 拉不开 没拉开 将军搅弓不得控 是吧 搅弓不得控 所以同样是洋枪洋炮 同样是大刀长矛 你也不是人的对手 1815年 滑铁卢战争结束 滑铁卢战役结束 英国的一个陆军中将 尚书陆军部 废除滑塘枪 恢复长弓 为什么呢 准 射速快 滑塘枪太慢 把他打不死人 那箭头这么老长 巴一箭就把人射穿了 滑塘枪 一枪打上 没事 起出弹法的 接着跟你玩 是吧 不好 他建议恢复长弓 就是在那个年代 滑塘枪的射速 都不见得比这个 这个什么快 不见得比箭快 但是问题是 弓你都拉不开 你就跟英国人也用功 你也用功 对射 你都不是人的对手了 所以这实际上就真的是 一种尚武精神的缺失 反过来我们看英国人 英国称霸世界三百年 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三百年 所以今天英语 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语言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世界语 对吧 就是世界语 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看世界上很多的发达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甚至包括南非 对吧 都是大英帝国的遗珠 对吧 就是这个很多这个 这些国家都是英语在遍布世界 对吧 英语就变成了 就很多国家通用的语言 世界上主要有三种英语 英式 美式 和尼日利亚式 对吧 就是你听不懂的都属于尼日利亚式 对吧 比如印度人讲的英语 对吧 说半天都听不懂 对吧 听不懂 尼日利亚式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些个国家为什么都讲英语 今天为什么英联邦有几十个成员国 为什么到今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仍然奉英语王为国家元首 是吧 那这是随着英国的什么造成的 随着英国的什么造成的 武力扩张造成的吧 特别是英国什么军队的扩张 海军 皇家海军所到之处 是吧 这么样的 把这个英语文明 把英国的这个文明 英国的制度 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前面讲过 给大家 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 英国皇家海军最早是一帮什么人改编的 海盗 对吧 海盗改编的 是吧 海盗改编成了这个皇家海军 而且在那个年代 后来就是志愿参加皇家海军的人 你想想 帆船 没有动力 对吧 没有这个这个燃气的这种动力 在苍茫的大海上 是吧 光风卷积着乌云 你可长点心 从小是不好意思的了 我下边正想说这句 很棒 在苍茫的大海上 什么来着 狂风千金乌云 我就记住最后一句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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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样恶劣的条件之下 吃了这个 这个 这个 硬饼干 吃了这个 发霉的硬饼干 里边都是活的东西 哈一咬死就钻出来了 高蛋白水 就唯一能补充蛋白 对 然后得坏血病 至于牙龈出血 烂这种事更常见 吃了一个 这个 咸牛肉 那个咸牛肉 你知道怎么吃吗 就生着吃 不是生着吃 腌着吃 腌着吃 腌好了 生肉腌好了 保存 酒 保存 保存多长时间的 你知道吗 一块肉能够保存 你上次说过 是一站的时候还吃过 这我讲过啊 对对对 不许揭露啊 我刚才有问的 生牛肉 不是这个 咸牛肉最长的 这个能够保存多少年 107年 吃的是木乃伊啊 伊战的时候 英国水兵吃的咸牛肉 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东西 所以那东西你得怎么吃 是拿斧子劈 劈完了之后 拿锅煮 煮几个小时 能勉强入口 吃这玩意儿 没有新鲜的水 水火蔬菜就更甭想 水手们是睡在大泡上的吊床上 只有舰长才有厕所 所有的人就是 要么您就海边 夜里来不及 您就就地 你想那厕所底下得什么味儿 那那个船舱底下得什么味儿 得什么事儿 这样的恶劣的环境 一出海半年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 你能忍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人 怀里上什么样的理想能这么干 当然更多的是罪犯 所以所有那种能志愿从军报国的 比如打败拿破仑 使拿破仑没能进攻英国的 纳尔逊子爵 如果大家到英国的伦敦 伦敦的天文广场 叫特拉法尔加广场 当然比天文广场小到一百倍 他的人民兴剑碑 叫纳尔逊子爵柱 一个原柱 上面站着一个独闭独眼的海军上架 眼睛只有一只 胳膊也只有一只 独闭独眼的海军上架 纳尔逊子爵12岁参加海军 牺牲的时候47岁 就是特拉法尔加战役 全前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防止拿破仑登陆英伦 防止拿破仑登陆英伦 在战斗即将胜利的那一刻 被法国狙击守命中 打死了 参加了海军35年 12岁参加海军35年 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胳膊 独闭独眼的海军上架 所以你想他正是有这种精神 有这样的军人为国的精神 他才能够扩张到世界各地 甚至他发动鸦片战争 甚至他发动鸦片战争 甚至他最早打开中国的大门 另外就是我们北方 其实占中国领土最多的 毛雄 毛雄原来就是 哪儿啊 就是莫斯科 莫斯科他独立的都是4万平方公里 现在1707 他独立的还没这个零头大呢 那他靠的什么 靠的能喝酒 跟咱别 我一心你半两 你服了 不是靠这个 历代沙皇哪个 不是野心勃勃的对外怎么样 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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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夺取出海口 我们俄罗斯民族不能被封闭在内陆里 我们要夺取出海口 所以他两位大帝 彼得大帝和他上节课讲的 叶卡吉利纳二世 真棒 女大帝 一个是夺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彼得大帝 然后叶卡吉利纳夺开了黑海的出海口 南方温暖海洋的出海口 他都是有这样的一股精神往外 咱倒不是说这种精神就一定对 但是他毕竟到今天 就是说到后来他称霸世界 咱们中国是受他欺负的 中国都是受他欺负的 所以这个恰恰是咱们上武精神的这种缺失 缺失 咱们不是讲甲午中日战争 平壤之战 日军一万六 清军一万四 日军并没有占兵力上的优势 日军的火炮也不比清军多 日军的步枪也不比清军先进 但是日本士兵在出征之前 他的母亲告诉他 这一仗打完 孩子啊 我希望你在靖国神社里 是这样 然后中国军队的四个总兵之一 四个总兵之一 魏汝贵 夫人写给他的家信 被日军缴获 印制成报纸 在日军中传阅 夫人给他的写的家信是 老爷春秋高 你岁数大了 千万物当敌钱 敌人来了 咱能跑就跑 而且咱家饶有余才 咱家也不缺钱 千万别上战场玩命啊 人家日本人缴获了一封线 哇塞 太牛逼了 给日本兵看看 这就是中国军队 一个提督四个总兵 起码相当一个师长 你看看 这就是他们家的家信 这兵有什么难打的 所以最后果然 日军进攻平壤 提督叶志超带着俩总兵 那封城哥 这个魏污棍跑了 只有聂志成和左宝贵死守平壤城 对吧 本来兵力就占劣势 又兵无斗志 所以最要命的是兵无斗志 再先进的装备 也没有用 那么兵无斗志的重要原因是什么 真是百多年来 这尚武精神的缺失 所以乾隆皇帝 八旬万寿 英王乔治三世 派遣马加尔尼公爵访华 公爵走了一年多才来到中国 来的时候皇上生日早过完了 但是皇上很高兴 在壁树山庄接见马加尔尼 其中 马加尔尼就给乾隆皇帝 献上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战略舰的模型 献上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滑塘枪 献上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轻型火炮 然后包括了各种科学仪器 乾隆皇帝把这些东西搁在圆明园 六十多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惊讶地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开箱 就是皇上连看一眼的性质怎么样 没有 你给我这碗马屎 这干嘛是战略舰模型 是什么东西 战略舰模型 给我一幅宋徽宗的画 我要他马屎 给我一件宋词 给我一个军词 我要他马屎 所以他连看一眼的性质都没有 那问题是 宋徽宗的画和宋词能免于亡国吗 能吗 不行 所以我这个不是说 可能有些人不爱听 我出国绝不看中国文物 在国内的博物馆天天就是这玩意儿 字 画 青铜 瓶子 罐子 天天就是这个 出国还让我看这个 出国我就要看盔甲 武器 刀剑 火炮 坦克 我就看这东西 有人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这是我的爱好 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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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跟网友互动一下 班长有要嘱咐的吗 我先把获奖名单点一下吧 这回来的快捕捉的快 刚才我们这轮测试获奖名单如下 这回都学乖了 先把刀放下 司徒小雷 第三个叫 调戏元宝哈哈哈哈 第四个叫小超1-1991 还有剑霞8426 恭喜以上几位同学获得我们的奖品 大家可以在我们野蛮先生官方的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当中 查看获奖名单 并把你的地址留到这里边 我们的场控和我们的后台会尽快送着你的礼物 大概三个月左右寄出吧 继续收就完了 您来吧 袁老师 好 我想问 我看这个初代小藤枝答出来了 说怎么才能让武将 武将怎么能让皇上放心 他说把家属当成人质 把家属当成人质 皇上是这么做的 武将领兵出去 家属是得当人质 他还是不放心 人质 尤其老婆孩子这东西谁在乎啊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你想是不是 那个年代可不是吧 古代就是这样的 古代就是这样嘛 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然后你给我弄死了 谢谢皇上 这不赖我啊 这不赖我 那死了 那我总得有新的吧 对吧 家属当人 每次战争结束后 不等朝廷照命 积极交出兵权 这个人回答得对 叫习习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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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你又不爱闲 你又不怕死 那你死去吧 那你死去吧 没有短落在领导手里 很好 刚才是专属问题 好好好 这道专属文是这样的 他想问问袁老师 西方是怎么避免上午精神衰退的 很好 咱们这已经衰退了 西方是怎么避免的 很好 请坐 其实这个西方避免上午精神衰退的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战争频繁 对吧 你看整个西方的历史 为什么它国王都是穿军装的 就是你必须得会打仗 你才有资格当国王 这从日耳曼时代 就形成了这种习惯的法律 尤其是海军国家 你必须得穿海军制服 海军元帅的制服 对吧 它就是因为战争很频繁 甭管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 它仗就没断过 18 19世纪仗就没断过 所以它军事技术也不断的怎么样 改进 对吧 那清朝自从雅克萨之战跟俄国打了之后 就再没打过像样的仗 就是国内平定农民起义了 农民起义用改进军事技术吗 农民比我落后多了 是吧 我就是刀枪弓箭 打钉扒锄头粪叉子 我我我我付去吧 对吧 我付去吧 所以那白莲教起义 那么多省 我做调动 湘勇就能把它镇压下去 太平田国 我靠湘勇就能镇压下去 这道理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 欧洲都是小国 然后周围强敌环伺 这德国是最明显的例子 是吧 为什么普鲁士军国主义那么厉害 我时刻面临着两线作战 哪个都比我强 都比我大 人口都比我多 我必须弄死他们 是吧 所以他的上武精神一直就没有 没有落 一直就没有落 这原因就是在这 而罗马帝国 他虽然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 等他扩张 等他不扩张的时候 内乱就来了 蛮族就开始入侵了 所以他一直保持这种上武的精神 你包括美国也是 从原来十三州 扩展到东西两大洋 那怎么来的那玩意 那不是打下来的 不是打下来的 不打外观 就自己跟自己人干 南北战争干那么多年 军事技术极大的进步 这是一个重要的 每天都操练 对对对 实战 哪得有实战 演习毕竟不真死人 这也是实战 今天等于是 把这个上武精神这一块 给大家讲了一下